全新節目 歡迎大家回到最新的 salud 我是Koby 又是Alpha 是的 大家好 現在我會录一個短的資訊 關於星球大戰 就是早兩天星球大戰公佈了 2025年每一次會搞的星球大戰慶典 就在日本那裏搞了 消息就多了 我們就馬上講一講 還有裏面有些什麼情報 其實最主要的消息就是有關售票的安排 因為大家都很著緊這件事 那往年的Celebration其實也是一樣的 它會大約在開始的12個月之前 就會公佈賣票的狀況是怎樣 跟著那一月就會開始賣票 這次也不例外了 闊別了很多年了 因為上一次在亞洲舉行 Star Wars Celebration 其實已經是2008年的事 當時也是在日本做的 不止一算了 2008年已經十幾年前了 那之後就一直都是回到美國 主要就是在加州的阿拉咸 和這個Florida 輪流 也有在歐洲的德國 和英國的倫敦 也都是這樣輪流 Benji去過 去年去過 是啊 隔了這麼多年回來日本 亞洲的星球大戰迷就非常之興奮 紛紛就說要 今年就儲錢去日本 也都因為最近日元低水 刺激了很多歐美的星球大戰愛好者的意欲 就來亞洲參加這個日本的慶祝 大家其實在網上之前的討論已經很熱烈了 即是怎樣預約飛機票 怎樣預約酒店 各樣的事情 但外於售票日期等等各樣的資訊 都還未公開 大家都只有一個講字 但現在終於有一個確實的日期了 剛剛上個星期 迪士尼公佈了 在starwark.com 2025年的星球大戰慶典 會在日本舉行 地方是千葉縣的莫章 舉行的日子 會是4月18日到20日 5、6日、3日 往時的慶典 在美國很多時候都是4至5日 但這次在亞洲短了一點 只剩下3天 大家也可以在官方的網站 看到這次的Keyart 它也有一段YouTube的宣傳影片 大家可以上去官方網站 starwark.com 那裡會看到的 不如我們進入selebration.com 看看吧 它公佈了售票日期 這個有點複雜 又不是複雜的 不過有一點點要注意 售票日期的安排是怎樣 如果你是VIP 怎樣成為VIP 對不住了 如果你是上一屆的selebration 你是買了VIP票的話 它有紀錄的 那你今次用上一次的VIP pass 就可以在5月1日 美國的東岸時間 12點 正52點就登入去 就優先扣票的 那這個限於好少數人 為什麼VIP pass 是好少數人有呢 因為它是限額 也是賣光 也是超級貴的 一會兒我們看價錢的時候 大家先嘩嘩嘩 那一般的參觀者呢 就可以在5月2日 美國東岸時間 7點鐘 晚上7點鐘 就登入去買票 那在我們亞洲就是怎樣呢 5月3日早上的8點 日本時間 5月3日早上的8點 日本時間 就可以開始 在亞洲這邊登入去買票 那我剛才說的 VIP票的售價 VIP票其實不是叫VIP的 VIP的售價 他們就叫做 Jedi Master Pass 那買這個Jedi Master Pass 不要說有什麼福利 先看看它的價錢 好 勝為國下 993.25美金 差不多一千元 好刺激 看到價錢就覺得很刺激 一千元 為什麼要收你這麼貴呢 有原因的 一會兒我們看看 OK 那下面 普通的三日成人券 就是168.85元美金 而普通的兒童券 就是12歲 6至12歲 即6歲以下是不用飛的 但如果你是6至12歲的小朋友 那你就要買一張票 那三日的兒童票 是42.35元美金 換作日幣 Jedi Pass 就是約14萬日圓 是 成人的三日票 就是約23800日圓 24 你當是24000日圓 是24000日圓 我錯了 6000日圓 如果小朋友 就約6000日圓 好啦 那你是不是一晚 就要買三日圓 就不是的 其實你可以分開買 你可以買一日券 那星期五的 星期六的 和星期日 一日券分別是8300日圓 那美金就是58.85元 即60元左右 那你放60元美金左右 那就是68 為起港幣 約480元左右 不夠470多元 那這個就是單日券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價錢都是一樣的 那注意啦 全部券都是有日子分的 那你不要想著買單日券 就隨便一天都會入場 你買那天就是那天入場 那如果小朋友的話 就是2870日圓 那3千日圓 那美金就是20.35元 美金 那大家如果想著去買票的話 就預約這個網站 你說如果我不訂票去到買 可以嗎? 都可以的 但就不保證你一定買到票 它是會有少量的即日券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著 有心去這個慶祝的 尤其是現在 日圓處於一個低碎 可見的將來還是低碎 因為日本央行剛剛宣布 結束負利率政策 那大家預期日圓會升 但結果就不是的 反而好像還跌了 跌了少許的 再跌了少許的 這個勢可能還會維持著一段短時間 聽財經分析說 但大家如果有心的話 自己先看時間 暢停日圓 記住這個授票的日子 如果是普通的所謂的總公司 5月3日 日本時間早上8點 星期五 好 訂購這個時間 自己洗腦中 不再看大家了 說一說 Jedai Master的票 為何要賣900多美金 即近1000美金 那麼厲害 好了 往年慶祝有什麼看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 Celebration的新聞 Celebration我們看的時候 最多看到 很多Star Wars有關 新的影視製作 或者一些新的系列 或者一些新的 推出的時候 會有預告 或者跟著幾年 Star Wars的發展 在Celebration上 就會在台上公布 Celebration最吸引的是 它會有些序幕 序幕的意思是 請到製作人 請到這個演出的演員 上台和大家分享 聊天 無論是過往的製作 聊天 無論是過往的製作 或者未推出的製作 也會有這些序幕 上台和大家聊天 講解這個製作 是怎樣的 約會有時半個小時 至一個小時 不等 看視乎你加入哪個 主題 好了 你買了票 是否等於加入這些主題 不是的 對不起 你買了票 要在會場裡排隊 Wiki就排隊了 Wiki很有心得 看看有沒有機會 找到Wiki 上來再分享 兩句祝福的 如果不是聽我們 Benji的POP Session 的節目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他頭炮的 第二部分 Wiki也說過 他去祝福的經驗 不用了 我把連結放在上面 對 插連結放在上面 如果你要排隊 師傅 哪一個隊 每個隊員 每個隊員的 龍的長度 洞的長度 是有不同的 有些受歡迎 有些受歡迎 就會多人排隊 那龍的長度 就會比較長 你要排隊的時間 也會比較長 由三十分鐘 至三個小時 不等的 三個小時 就是最熱門的Panel 通常有最大的明星 例如Original Cast 這類的Panel 就會比較長 有些小說 或者周邊的Panel 就會比較短 就比較容易進去 好了 我不排隊員 不進去 這個Hall 是不是聽不到Panel 又不是的 現場外面 會有大電視給大家看 Hall裡面 發生什麼事的轉播 所以你排不到隊員 你可以在外面 圍觀這個大電視 也可以 但氣氛就差很遠了 但有些是外面 應該大電視不能播放的 可能有些特殊預告 他只是在裡面的才看到 沒錯 如果他在中間 突然播出一條預告 給你看 那大電視 就不會轉播 因為怕你找手提電話 對 怕你找手提電話錄 其實在Hall裡面 也有人找手提電話 不過Hall就控制到多些 這個要注意 補充回 首先就是 其實前幾天 星球大戰還未出現 新的電視劇 《Archolang》 《Archolang》 《視者》 是《Archolang》 預告的 其實去年 這個慶典已經播了 預告 只不過我們是 遲了差不多一年 才看到 預告出了 沒錯 剛才說過 氣氛也會差一點 你看到 例如看相片都知道 在Hall裡面的人 又舉了劍 又舉了頭盔 很高興 很熱烈 又新消息 有新消息 向大家公布時 Hall裡面又熱烈歡呼 在Hall裡面 有Hall裡面的氣氛 也有一些演員坐下 就沒有那麼荒蕪 這些都是要排進去的 例如我看到有一張沙發 有演員出來 例如好像 我們看往年 例如如 Rosario Dawson Natasha Neal 和 Mary Elizabeth Winstead 這個 這類的 嘻嘻也有 當然也是要排進去 大家自己想 除了這些 這些 去到日本最興奮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 大家 要去血拼 瘋狂購物 但我看到 VIP那個 是星期五開始的 星期四晚已經可以進去商店 沒錯 剛才我們說完了 看看VIP Jedi Pass 這個有什麼利益 我們剛才說的 要排隊 提前15分鐘 其實去血拼也要排隊 因為有一些 專為Celebration 推出的紀念品 它有一個Celebration Store 那些是會賣光的 如果有一些熱的材料 是會賣光的 所以這個也是要血拼 當然它也有很多其他 Render Store 那些店 可能每個 有些熱的材料 都可能要排隊 因為有些材料 只有裡面可以賣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看看 如果你是 Wokane Mochi 有錢人 有錢人的 你可以買這個 VIP Pass 有什麼利益呢 第一樣 15分鐘 Early Entry to Exhibition Hall and VIP Lounge 這就是提早15分鐘 去進入到 Exhibition Hall 剛才說的 你提過 星期四晚 就可以殺入血拼 第二段 這就是 VIP Jedi Pass 的利益 否則 到星期五之後 才可以進入購物 即是先買了 對 優先購物 另外第三個 Guaranteed Admission to All Panels 這個就是 包你有位置坐 去這些Panel 以及 Celebration Stage 包你有位置坐 但是條件是 你要30分鐘前到達 30分鐘前 開給你進去 排排坐坐好 就要在 Hall 裡面 或者在Panel 等30分鐘 但是這個 包你有位置坐 第四個 Destinated VIP Line for Autographing and Photo Ops 這個是 給你縮短 排隊時間的 待會說 Photo Ops 和Autographing 這件事 即是 拿簽名 和和這個 大家很喜愛的 星球大戰的演員 拍照 這個又是 好興奮 壓榨大家 不要壓榨 壓榨 什麼不壓榨 Celebration拍照是特別貴的 稍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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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的分別是怎樣 OK 第五項 Destinated VIP Line for Celebration Store 即是 五六日的時候 你都可以 有快線 進到店裡購物 除了我們剛才說 星期四的優先購物 VIP Lounge 有一個Lounge 你可以進去 散步 如果有衣服 有東西要放下 你就可以放在Lounge 裡面 有一個 鑰匙的地方 可以幫你收起衣服 像我們 例如 文化中心 聽音樂節目 你也可以在下面 它有一個 座位置 你可以查看 衣物 手提的行李 另外也有 充電器 充電器 不斷瘋狂拍照 封角拍照 好像沒有電 對嗎 另外也有 充電器 即是 Information Center 可以利用 VIP Only Exclusive Holo Badge 一個紀念的章 你入場的掛牌 它會是Holo Graphic VIP Only Exclusive Special Animal 有一個 吸針 就是VIP Only VIP Only Exclusive Show Lanyard 即是那條掛繩 就是VIP 獨特的款式 VIP Only Exclusive Water Bottle 有支水樽 亦都是VIP 的樣式水樽 跟普通的水樽 不同 另外 你會收到一個 Postar 進入桶 給你 Postar Key Art 我們剛才看到 Dark Vader 日本的角旗 下面有富士山的角 是 另外 也有一個 哇 大家 很多外國的朋友 本來都不想買VIP 看到這個 是甚麼 一箱筷子 是 慶祝的 羊式 禮物筷子 日式筷子 還沒有想看 不知道是怎樣的 但這個肯定是一個 很獨特的紀念品 好了 如果你賣這個Jedi Pass 就有以上的利益 大家自行決定 因為我價錢是 差5-6倍的 說話都刺激 好興奮 我已經有朋友向老闆 申請了 申請了這個 申請放假 申請了放假 以及申請了這個 買這個Jedi Pass 我那個老闆 對 那個老闆 公司老闆和家裡老闆不同 家裡的老闆通常都更嚴格 很多朋友也因為 不可以放下老闆自己好弱 那就要帶老闆去 於是 我們就說了 我們有一團 自己去慶祝 然後老闆們 就有另外一個老闆團 就自己去隔離 在莫章隔離 其實是一個三隻Olet 大家就可以去三隻Olet 在那裡血拼了 那這個就是 因為這個原因 一會兒要說 買票這個大家自己留意的時間 日本時間 5月3號 星期五 早上8點 記住是日本時間 你遲了一個小時買不到 不要賴我 因為日本是給我們香港 早了一個小時 買到票之後 那怎麼辦呢 下一個步驟 買機票 檢查明年復活節假期 是什麼時候 因為復活節假期 是旺季 旺季 旺季機票 就算廉航 都會是稍貴的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早點預訂機票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酒店 在莫章展覽中心 那裡 莫章展覽中心 其實是一個 公司的網頁 大家可以進去看 中間這個 咦 有英文的 中間這個 方向 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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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大家 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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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賓莫章那裏 在海賓莫章那裏下車之後 其實就步行五分鐘 就已經去到 莫章的展覽中心那裏 看Google Map 為何很重要呢 大家預訂酒店那樣東西 其實在莫章 展覽中心旁邊 有數間酒店 容許我 看一看價錢 用今年四月的價錢 不過你可以預計到 明年四月的價錢 一定比今年四月的價錢高 為甚麼呢?因為東京 迪士尼也是很近的地方 所以莫章周圍的酒店 其實跟東京 迪士尼周圍的酒店是相互 令酒店價錢搶貴了 因為不只是 外國來的 其實在日本 各地的人 都會跟你一起搶酒店 所以這個 你可以預期在2025年4月的時候 酒店價錢 一定會比2024年的酒店 價錢高 開個JALAND 看看 附近的酒店是怎樣的 開個JALAND 香港的復活節價 在2025年 應該是4月19日 去到4月21日 喔 那就是 香港是放假的 即是你早過19日飛 對 但都不會差很遠 都會貴的 前後其實都貴了少少 對 或者飛一些偶爾的時間 半夜1點到 然後在機場硬坐 4個小時 坐騰班車出市區 我們看看這間 Hotel France 由最便宜的房間看起來 雙人房 我們停留的時間是 停7晚 4月16日到23日 23日到4月16日 即是4月16日 這間很近 淘寶2分鐘 好 那 Check in 時間是下午2點 Check out 時間是上午11點 那 就不包早餐 好 價錢就是 126,600G 兩個人 嗯 那 圍起港幣 找個算盤 讀一讀 今天的稅 六千五百三十九 一個半 這個給大家一個想法 六千 即是你當 去到明年 那就有機會搶櫃 如果你遲預約的話 你早預約的話 那就會便宜一點 嗯 如果你想再找些 漂亮少少的酒店 因為這間 我在茶蘭 那裡看 這間算是OK的 這間 就是看樣子 我看照片 但是我老闆未必肯跟你住這裡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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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會說 沒有東西走 我不想住這裡 適除尊便 大家看看 要住得好些 還是 住得不值些 因為它有些長 計劃 例如住10天 這個這樣 它本身就 很貴 但是如果你選擇一個 就是這個 我現在看的是 尼王塔利 如果你選擇一個 住10天的長坊 那這個 價格就 很貴很多了 那就說 這間應該是 比較好少少的酒店 20萬 沒有錢的 嗯 大約自己預料 即是機票 酒店 即是各樣 那你自己留些錢 就血拼 各樣東西 血拼 洗多少 就 即是自己 適除尊便 我想主要都會買一些紀念品的東西 當然它會有一些 甚至是怎樣 有時候會有一些 二手玩具 賣Vintage玩具 都會在那裡擺檔 嗯 那你有機會 在那裡 撈得回一些 很舊很舊的 星猴大戰紀念品 或者玩具 但是價錢是怎樣 就不知道了 另外一個說到錢的東西 大家很關心就是 和演員合照 或者是簽名的 環節的收費是怎樣 嘩 噔噔噔噔噔 根據上一次 Celebration的經驗 在去年 2023年 平均價格 和演員合照 就大約是 100磅至300磅之間 嗯 那就視乎哪一個演員 如果你要跟最大顆的 例如 好像 Ewan McGregor 即是Ewan McGregor 或者是 Hayden Christensen 拍照的話 那我想的收費呢 就會超過 200磅的級數 即是2000元港幣 In fact Hayden Christensen 是最近這兩年 才出席這些Coin 之前他一直是沒有參與 這類這樣的 Coin的活動 活動 這個合照呢 其實是要另外買票的 OK 這個票呢 亦都是會預售的 這個就遲一步了 即是他 落實了一個演員 會去 這個Celebration Japan 先 那他才會公佈 這個Photop 買票的 詳情是怎樣的 但這個亦都是可以預先預約了 因為你去到當日買 那又是要排的 亦都有機會買不到的 如果你想跟演員合照的話 你又要預預一塊錢 如果以這個上年 東京的ComicCon呢 OB1的演員呢 其實是29800日圓的 但你之前跟我說呢 就是星球大戰那個活動 裡面拍照應該比這個價錢 會貴很多 就是我講這個 是給大家比較一下 慶典裡面 和外面的地方 慶典其實是特別貴的 是的 雖然都是VPOP搞 即是同一間公司去運行慶典 因為努卡斯是外判了出去 給一間叫VPOP的公司搞的 嗯 他有搞其他 例如你剛才提過 東京的ComicCon 或者你近來的 Osaka的ComicCon 嗯 有時候這些明星出席 他拍照都是收一個價錢 但就比Celebration 會便宜一點 但Celebration就是 Celebration 對不起 Celebration Celebration就會加了一個 Premium 就會貴一點 因為Celebration 其實拍照呢 以我所知是可以夾的 夾的意思是 你可以超過一個人 走過去和他拍的 但那張就是group photo 因為他只會和你拍一張 譬如我四個人夾的話 好像最多都是三個還是四個人夾 譬如我四個人夾 除開可能一人是不到一千塊港幣 但那張照片就是你們四個人加 譬如家 Evan McGregor 還有想定想做什麼動作 對啦 想定想做什麼 因為他真的是趕鴨仔 你是沒有時間去慢慢在這裡 讓你思考的 聽好了你想做什麼動作 通常演員會配合你 因為他們跑江湖 他們吃慣這些飯 他們的反應就很快 這要注意 預一塊錢去和演員拍照 如果你希望的話 看看你想和多少個演員拍照 哈哈哈哈 如果你集郵的話 那洗費都可能挺龐大的 但如果你真的夾幾個朋友一起去 那就不妨考慮一下 大家夾來拍吧 到時他有埋非長城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 最多可以多少個人 空一起拍 好了 另外一件事 大家很興奮的是什麼呢 既然人生難得一次 去這個星戰慶典的話 很多朋友都希望是扮裝去的 當然扮裝的程度 也都大有大玩 小有小玩 大玩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出動一些很龐大的動作 順便一提 在Celebration的時候 很多時候 會有一些粉絲做的大型道具 就沉列在Celebration的Hall裡面 那些道具 很多時候是開放給你們走進去 坐在那裡拍照 但是也不能霸佔地方 拍很久 他會有一條隊 開放給你們走進去 是可以進去拍照 譬如我去過新加坡ComicCon 當時是有由比利是飛過來的千水鷹客廳 這個其實是在很多次Celebration都帶過 即是在足企的位置 沒錯在客廳那裡 他有一個粉絲做的復原的場景 他真的嘗試去做尋找 去搜集當時電影用過的部分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是一些 汽車零件 噴射機引擎零件 那裡拆出來的 他嘗試去搜集這部分 做一個複製 用回複製的部分 去建設這個場景 讓大家可以走進去 慢慢拍照的 在現場也會有這些活動 大家可以參與 好了 剛才說裝裝 你大有大玩 小有小玩 大玩的意思是什麼 你好像501 或者是Rebel Legion 你真的全套裝甲 或者全套半軍機師服 這樣穿去玩 小有小玩的是什麼 普通迪士尼那隻 可以買到的 例如JEDA衣服 比JEDA衣服 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你打算裝裝去參加 外國和日本的玩法有少少不同 我早兩星期有一個機會 跟Rebel Legion 日本隊的 C.O. 即是他們隊長 吃了一頓飯 那晚 香港501 和香港的Rebel Legion 都在 就有機會問了一些問題 他提到一件事 除了酒店的問題 大家要早預約 因為他跟迪士尼的旅行 生活圈 或者旅遊圈 是有重疊之外 酒店可能會貴 另一件事 如果你打算裝裝 在日本和外國有少少不同 去年 倫敦的祝賞 大家經常在網上 看到一些Reels 或者是看到一些Video 是一旁人這樣 穿著全複 星球大戰的服裝 走進去搭地鐵 即是搭地鐵 在日本 這個行為 就是不容許的 OK 換句話 是甚麼意思呢? 你不能夠在酒店換衣服 就想著在酒店走去車站 在車站坐車去 莫章麥士參加 這個禮拜 在日本是一個 社會上不容許的東西 禁忌 禁忌 做法是怎樣呢? 在日本的話 你是需要 你可能把那套器服放進行李箱裡 或者放進行李箱裡 或是手推車 也好 你就要在酒店 推著行李箱上車 去到莫章的展覽中心 你就要做一個登記 在入口裡 登記你是做Cost Player 登記的時候你要付一個錢 就是Locker錢 和換衣房的錢 然後拿著那張票去換衣服 換完衣服之後 把你換出來的東西 放進行李箱裡 它就會幫你鎖起 到時你拿著那張票 或者是你的PASS 你就自己掛著 完結之後 就去那個地方 拿回你的行李箱裡 換回正常的衣服 然後離開會場 這個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打算扮裝去的話 在這裡的安排 可能和你過往去ComicCon 或者你去新加坡ComicCon 或者英國的ComicCon 美國的ComicCon 那種安排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現在距離這個祝賓 還有一年時間的 大家如果想做一套戲服的話 你還是有時間 如果有興趣做白兵的話 不妨聽回我們早兩集 就開始說白兵 接下來我們會有第三集推出 介紹白兵這個 至於怎麼做呢 可能比較長一點 你聽完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直接上501的FB 聯絡501今屆的負責人 他們就會幫你安排 看看怎樣幫到你入隊 或者做一些 其實不一定要做裝甲的 有一些簡單一點的戲服 那就可以大家考慮的 譬如布質多一點的 譬如Tai Pilot 或者譬如最近在Andor 或者Rogue1裡面 有一款是帝國的野戰兵 主要都是用普通的制服 再加幾件塑膠的裝甲上去 那就已經變成星球大戰裡面的人物了 有本書仔之前 跟你們去Event的時候 看過那本書仔 其實有很多角色是可以選擇的 那是其實是CRL印出來的 如果再簡單一點 你可以去隔離隊 RL也有一些 譬如半軍的角色 最多人就選擇做機師 因為很多人做 那些零件就比較便宜 就算不做足的話 譬如你買鞋子寶的機師頭盔 那都是說700-1000元 那你再加上衣服 那可能幾千元就完成了 那就視乎大家的喜好是怎樣的 那你想重裝還是輕裝 就釋除專別 但是記住我們剛才說的 不能夠穿著那套戲服 登上列車的 一定要在會場那裏 有料的 收費的更衣室的服務 OK 以上就是交代了 今屆的祝賓 即是今屆的祝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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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忍著時間 看看你的經濟能力 如何賣哪個票 酒店機票 自己也想一想 我們剛才給了一個參考的價錢 如果廉航機票的話 我剛剛幫了一個朋友 他很少出門的 訂了一個旅程 他就去永野湖的 在東索澤 即是郭川廟師園 永野湖的展 他去朝聖 很虔誠的教徒 要去朝聖 那廉航的價錢 即是在三月份 其實就約莫是 來回 若你不是選擇一些很尺寸的時間 其實就3400元都有交易 那就拿30kg的行李 那如果你打算重裝去的話 你可能要加到40kg 那就另外每程機票 要加多500元左右 嗯 這個自己大家 即是上廉航的網站 聊聊聊 如果你想坐得舒服一點 你就坐在銀行 沒話的 很短的一程機 現在非羽田的話 約莫是3小時45分鐘左右 有問題 下面留言 留言PM 上次留言PM 白兵做事 其實一直都有觀眾 寫進來問我們 我們都會回答的 我們也收集了 一些問題 會在下一次 製作白兵的節目裡 一次過解答了大家 我們才開始進入整體 如果有關於慶典的最新消息 我會放回到我們Facebook專頁裡面 是 或者有機會見到Wiki 我們再捉一下他 即是講這個慶典 講一講 或者我捉 我看我捉不捉到Benji 問一問他 去年英國那個 因為他買票都很急 是 因為我知道他是買 他很遲才決定去 他很遲才買票 是 因為他被人騙了 我叫他自己買票 不要管 然後他自己買票 這個活動開之前 10天左右才買的 即是他不是買VIP 散票是臨開之前 還能買到的 但那些我們剛才說的 三日Pass 沒有 那些是 頭幾天就會賣光 不是頭幾天 有機會是頭那天就賣光 尤其是現在 大家以為 歐美飛日本就不是那麼多人去 千萬不要這麼想 我在網上看的 科林 日圓的紙碎低 大家現在說 甚至是在美國包機去 還有亞洲區 除了香港之外 其實台灣 沒錯 我們在台灣的朋友 我們在韓國的朋友 我們在菲律賓 泰國的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 都在說 是早斷去 所以 看看有沒有多些朋友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著去的話 就不要 碳萬版 怎麼都去買了票 如果買三日票 最重要 第一天殺進去搶票 突然間 那一招 否則的話 你要打散三日來買 那價錢 比你買三日Pass 我覺得那天 大家還會不斷去F5 早上 晨早就已經F5 日本比較好 可能 麻煩一點 又不是貴很多 例如58 五一個Pass 去完三日 和你要分三個Pass 即是有很多朋友 未必要三日試 是貴了 貴了不夠10元美金 就看你搶不搶到 如果你搶不到 就要分三日買 那就要多 每天要多幾元美金 最理想就是買到三日票 兒童票永遠很容易買到 但成人票就真的自己想 由於今次在日本舉行的關係 預計很多Panel 都會有日文的即時翻譯 如果Panel時間是不變的 資訊量就可能比以前少 因為你30分鐘裡面 說的話 你又要給時間翻譯 資訊量就少些 會不會每個Panel拉長一點 這個還未有宣布 還未有安排 我們儘管等一等 如果有機會找到日本的朋友 可以問一下 他們2008年在日本的經驗 如何 據我所知 日本的501RL Droid Builders Club 和Saber Guild 就已經每個星期 都跟他們 美國總部的 相關聯合會議 這個基本上是 很緊張 因為今年的日本 是HOST 他們很緊張 而且因為有 語言格幕的問題 所有事情都要盡早安排 包括了安排 在現場上 要安排翻譯 日本人很細節 所以 有心去的話 早點安排 今天說到這裡 下次回來 好 再繼續 拜拜